哈喽大家好老陈子 今天是11月9号 现在我来到了格鲁吉亚驻土耳其的大使馆 我来这边看一下能不能把签证给申请下来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去格鲁吉亚去看一下 去试一下吧 千算万算 完全是没算到这种情况 原本计划的是50%的可能 告诉我们说不能申请签证 另外50%的可能就是给我一堆材料清单 让我去准备这些东西 然后拿下来签证 结果没想到是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就是我连这个门都进不去 他直接告诉我格鲁吉亚大使馆关闭了 关闭了不开放 问他什么时候开他也不知道 哎呀呀格鲁吉亚原本是电子签 在网上申请就好了 五个工作日出签 现在电子签申请不了 实体签也申请不了 格鲁吉亚之行就只能搁置了 然后伊朗也去不了 难搞啊 这个疫情真的是搞得 完全搞成了第一难度 来了一对老外夫妇 我看一下他们能不能进去吧 果然啊跟我的流程一样 先到这个窗口去问一下能不能进 然后呢这个窗口就把人给推到这个门这里来 到了门这里来就按这个门铃 然后跟门铃里面的人去对话 对话再告诉你我们不能进 好了对话结束 那现在就百分之百的肯定是搞不了格鲁吉亚的签证了 今天我的土耳其签证已经过期了十几天了 没办法 接着再想怎么办吧 难搞哟难搞哟 所以说啊 在网络上经常看到有网友给我留言 说你应该这么走 你应该这么走 你应该从哪里进入伊朗 你应该从哪里回到中国 路线都给我说的非常的清楚 但是你们完全没有想到 现在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所以很多的国家我都去不了 要不然从哪里进入伊朗我会不知道吗 从哪里可以回中国我会不知道吗 现在疫情期间 通过各个国家的手续 困难程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困难很多 一个个解决吧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 今天白天我去了格鲁吉亚驻土耳其的大使馆 企图去申请一个格鲁吉亚的签证 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大使馆直接关闭了 那现在我就来到了一个商场 我去商场里面逛一下 因为大家都说在土耳其那些所谓的奢侈品 在土耳其就是非常的平价 那今天我去逛一下 看能不能逃到点什么好货 稍微搞一点东西 前面这就是安卡拉的样子 商场就在这里 你看他们还是蛮现代化的 那个土耳其的基建在欧洲范围来说 还是做的相当不错的 毕竟是能够跟中国抢订单的国家 并不是一无是处 前面有个迪卡龙 Panel 这个只是我随便找的一个商场 我不知道这个商场的价格怎么样 我只是来这边充那个花费 所以刚好看到这里有一个商场 感觉还蛮大的 就进来看一下了 他们进去一般都有安检的 安检的时候跟国内差不多 就是把包放到传送带里面去 然后呢 再把手机什么的 再从边上放进去就好了 这就是安检的样子 好 包这么放进去 手机和这个就从这里放过来 那这就是土耳其过安检的流程 手机跟金属从另外一边过来 然后包从传送带过去 你过这个门 只要身上没有金属的话 它是不会发出响声的 那就会过得比较快一点 看一下这个商场吧 一共有一二三 一共有三层 哎呀这个穹顶还有点好看啊 拍一张照片 其实我一直想来买一块表 一会儿逛一下看这里有没有卖表的 哇你看这边都是什么40% 就是打六折的意思 这里打七折 他们这边老外的打折 跟咱们中国不一样啊 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店铺嘛 就是玩套路 先把原价给你提上去 再给你打个五折 看上去这个折扣很大 但是实际上买的话 也基本上就是被坑 他们这边打折还是比较实在的 说打折就是真的打折 我来这个店里面看一下吧 玻璃啊 化妆品 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南蔻的一套化妆品 原价是2900 现在只要600 你来跟人民币的汇率是打八折 也就是说只要480块钱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香了啊 看一下这边的卡特吧 我最喜欢的大黄靴 我去444 就是说人民币也就300多块钱 这个在中国的店里面卖 我见过最便宜的就是800块 在网上卖是800到1000 这里就是300块 亏大了 亏大了 好便宜啊 好便宜啊 这些鞋就100多 再打个七七折 不到100块了 这是什么牌子的 没听过 这个牌子你们肯定听过了 托米黑肥啊 这个牌子 只要700 7 8 500多 500多 500多块钱就可以买双鞋了 这个哈雷的 哈雷的靴子 这算还挺好看的 42 42 这个就是哈雷的皮靴啊 你们想知道多少钱吗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在网上它的价格是多少钱 看 双十一 哈雷的皮靴 3000块钱 券后价是2500 这里的价格 说出来你们不要吓着啊 来三 二 一 520里了 这后人民币多少钱 400块钱 一双正品的哈雷皮靴 我靠 这个不买 还要买什么 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啊 兄弟们你们说 我让他去拿双鞋子去了 我来试一下合不合适 合适的话就干一双 卡特我之前在土耳其也买了一双 但是比这边买的要贵 我之前买的好像是500多还是600多里了 当时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 那个时候汇率是 8 82则是83则 没想到这里直接400多 还要打个77则 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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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疯了疯了 鞋子已经拿过来了 看上去 是不是很帅呀 穿上试一下 好了 穿好了 去照个镜子看一下 不错不错 真心不错 你看 是不是挺帅气的 而且穿上去还蛮舒服的 牛皮 买了买了 这个价格要什么自行车 哈雷呀哈雷呀 好了 现在我把这个靴子拿走 然后来买单 这个价格跟百顺什么区别 就是你需要花一点钱 这就是区别 我现在来到了商场的二楼 这里有他们养鱼的水缸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个啥玩意 看到了吧 他们在这里居然养了一条鲨鱼 真是太无聊了 我靠 这鲨鱼现在还不大 目测长度是在一米左右 这辈子第一次看见鲨鱼 竟然是在一个商场里面 哈哈 鞋子买了 然后我来逛了一下表 他们这边没有我想要的表 再看一下这边 这里也有一个水缸 这边养的就是各种肉带鱼 哇 还是蛮好看的 上面还有光透下来 你看 这特别的梦幻 我现在拍出来没有眼睛看起来那么震撼 还是很好看的 这个 它这个电影装修的还蛮好看的 这里面有地毯 它在这里现场制作呢 看一下他们的画 这个应该是用地毯的这个制作手法来制作的 这一幅的价格是4800 这幅是5000 这幅是4400 这个猫咪是2700 他们这一幅地毯画要做三个月 最后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好 他们这个店里面的那个老师傅 还有他们的这些原料 全部都是从伊朗进口过来的 还有一些用骆驼骨做成的小工艺品之类的 看上去还蛮好看的 还有张红花 但是价格偏贵 性价比不高 来这里吃个特色小吃 他们这个非常有意思 拿一个这么大的土豆切成两半 再把里面的土豆搅成土豆泥 再放到烤箱里面去烤 烤上来以后 再把这些料给放上去 看看这个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看吧 大土豆 把这些东西全部酱 这些调料都可以自己选 这一个的价格是23里了 尝一下 看一下 这土豆真的很大 这是我的拳头 两个拳头这么大的土豆 它也搅了半天 这是番茄酱 还有玉米 土豆 它里面还有芝士 它把芝士跟土豆泥搅在一起的 还是蛮好吃的 而且这一份吃完应该可以吃饱了 很像淀粉 还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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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